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得失 我们无法主导 一些悲喜 我们无法预料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 得意也不能一蹴而就 有裂缝 阳光才能照进来 有曲折 风景才格外精彩 人之所以不快乐 是奢望的太多 而不是拥有的太少 月亮虽然不完美 但不影响它很美 人不是靠心情活着 而是靠心态活着 万物皆不完美 人生总有缺憾 心态对了就没那么累了 人生看似复杂 不过就是在学两件事 拿得起和放得下 越往后 越要学着做减法 有些事情是不必在乎的 有些东西是必须清空的 因为任凭你患都患失 一切皆不增不减 不如留下的都珍惜 远距的且祝福 但人生是一条蹒跚路 没有白走的路 你的每一步都算数 伤痛是为了让你更强大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预见 生活不会没来由的伤害你 它只会安排好一切 但你最终发现礼物 人生里的每个高光时刻 都需要低谷区去铺垫 原谅现在生活对你的所有刁难 都是在为记载将来的美好做打算 人之所以会烦恼 是因为记性太好 执着别人的错 伤害的是自己的心 生活已然很累 何必让心更累 握不住的沙子 不如扬了它 让过去也随风远去 从此只珍惜当下 不和别人叫真 因为不值得 不和自己叫真 因为伤不起 不和往事叫真 因为回不去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 生活很难样样顺心 唯愿你想要的都拥有 得不到的都释怀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 晚安 不和你还真 倒是 避免 当年生求完人 回忆 好 再一次 偶尔平静 早点 早点